科技從遙不可及的雲端降落地面 近年來隨著智慧時代來臨 以人為核心延伸出的大數據 智慧機器 移動裝置 雲端運算 整合輪會成為最高的科技 大致一致這個新名詞 代表了現今最高端最前端的技術 帶領廊方式進入智慧科技的時代 廊方式經濟開發區地處經經濟地區 坐落在北京和天津的中心點 便利的交通 串連3D的經濟發展 大數據統計到的數字信息 延伸出各種商業活動 成為科技發展的基礎 園區內的數據中心 超過140萬平方米 總體規模領先全球 我們廊方開發區有大數據產業員 潤澤國際信息港是大數據產業員 其中的一部分挨著我們的 還有聯通 還有華為 因為大家都在做數據產業 大家都在聚集到一起 會有一個聚合的效應 也會把廊方的大數據產業 越做越好 高科技改變社會方式 大數據成為了解客戶的最佳管道 看準巨量資料的商機 廊方市經濟開發區內 重點扶持的新興項目 就是大數據產業 咱們廊方開發區的經濟發展局 是派助專人用保姆式的服務 對潤澤進行來服務的 就比如說我們到哪個單位去辦事 是怎麼樣的 我們都可以通過我們這個保姆 可以提前去跟它溝通 其實是免掉了很多複雜的環節 廊方市發展大數據 從無到有不到十年的時間 這轉變為大規模的訊息產業港 電商品牌 社群軟體 這些公司和不同的產業多元合作 客戶遍及全中國大陸 展現廊坊在大數據的產業發展上 後發限制的經營成績 現在潤澤的數據中心 我們現在已建成的有三棟 是一三年開始投入運營 到現在已經全部都租賃出去了 在建的還有兩棟 這兩棟雖然是在建 但是也都讓客戶全部都遷走了 就是說我們在建的同時 就同時已經有客戶 過來和我們簽約了 就是把這個基本上就是大的客戶一來 就是把我整棟的數據中心 就全部都拿走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數據中心行業 就是現在來說 還是比較樂觀 比較好 大數據產業外 因應龐大的市場需求 吸引多家外國品牌前來投資 綜合多項科技的自動化生產 這項技術運用在智慧產品上 自動化加工製造的 全自動智慧駕駛系統 讓人可以空出雙手 不用時時刻刻緊抓方向盤 輕鬆上路 我們的主要產品是 汽車焊接行業所用的焊接機 那尼馬克品牌是 汽車行業電子焊接機的發明者 現在我們在國內的市場 佔有率在高端品牌佔80% 中端 加人中端市場是50% 高大寬敞的現代廠方 技術人員不停試驗 試圖在競爭激烈的面板產業裡 研發出更具競爭力的產品 從厚重的電視 進化到輕薄一斤 再到智慧手機 VR顯示器 智慧手錶 薄 還有在更薄的面板需求 都可以用全樓顯示技術生產的面板來實現 讓智慧科技深化至更廣的應用層面 那這個面板它具有很多優勢 跟液晶相比 首先是它的對比度還有色域比較高 那這樣子它的畫面色彩會比較鮮艷 真實 那其次是由於它沒有背光源 所以它的厚度也會比較薄 同時功耗也比較低 這樣為手機的一個應用 就帶來了非常大的優勢 可以放更厚的電池 然後待機時間也會更長 再一個就是它的溫差範圍也比較寬 可以適應零下40到零上80度 這樣一個範圍 可以適應比較苛刻的環境 最後就是它可以實現揉性 這也是未來最有特色和最具應用前景的一個特點 揉性面板不僅有多像優點 它多變的面板特性 未來也將運用在各種商品上 讓科技變得更加生活化 未來我們可能設想的一些場景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demo 包括在音箱上面 在手勢盒上面 電子書 還有智能水杯 智能穿戴 穿戴手機手錶 這些方面都可以應用我們的流行面板 廊方市藉著大智一雲建設新智慧程式 數位經濟的GDP比重 已經達到三成 推動經濟轉型 成績有目共睹 未來更將把大數據運用在 十一柱形各方面 將科技滲透在日常生活裡 那方市智慧產業推動的數字經濟 如今不僅在中國大陸地區打響名聲 未來也渴望在國際上創出一片天 我們在旅行放進去 我們在家中心中的學習 我們在市場上創出 中間大陸地區打響名聲 並通過我們在家中心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断扩大规模打造全中国大陆机器人示范小镇 机器人小镇的话让我们能更贴近客户 包括我们的上游我们的下游能有更紧密的这种联系 然后也利于我们新产品的推出会更符合市场的这种需求 速度也会更快 作为我们上游的一些供应链的话 已经有一些包括一些做薄膜按键的已经跟我们有合作了 这是远去给配合街道 还有一些我们上一些做五金件机加工的这种件 就是也已经有在合作的 除了零件加工 这里也掌握了机器人核心技术 机器视觉就好比人类的眼睛和大脑 有了它才能为机器人注入生命 这款是一个双目的一个机器人视觉 机器人其实就相当于是人的眼睛 对于机器人来说 它可以进行大量的这种图形的识别运算 后台是有很大量的这种算法在运行 有了这个机器人视觉的这个模组 这个机器人就活了 就不是像原来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机器人 它还可以进行对话语音识别 人脸识别 基于目前AI这个产业来说 这个人工智能方面 它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块 将机器视觉落实运用 搭载智能语音和语言技术的机器人 渴望为人类生活带来便利性和趣味性 蛋蛋您好 我想拍一张照片 小麦WiFi无线网路在哪里 我们有免费的无线网 小麦将您来连接 请选择手机类型 请您跟着我屏幕的指引来连接 拥有超强大脑的机器人 除了能处理基本指令 更进化到能对谈闲聊 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语音技术除了一些专业的技术之外 我们还可以实现各种的闲聊功能 像我们桃云生产的这个 而发大弹和小弹机器人 就可以小孩子通过闲聊来陪伴 作为孩子的一款陪伴机器人 智慧科技发展的脚步 已经快到令人无法想象 科幻电影中的智能生活 如今在现实中也能被体现 业者研发出的智慧教育系统 运用在小学中的阅卷技术 就能大幅降低时间成本 那这个智能评测我们只需要用扫描仪 对学生的试卷进行扫描 就可以对英语和语文的作文 以及主观题来进行评阅 像英语的这个填空题 可以先把学生的手写字体 识别成印刷题 然后进行相应的评判评分 像英语的作文 我们可以对学生的作文 进行多维度的评分 给出相应的评语 而且对于每一句都可以实现精疲 这个是在老师大量的评测试卷的时候 是无法实现的 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来提高作文水平 除了机器人之外 朗方政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 也包括无人机的研发 专门制作工业用无人机的业者 在2017年从深圳搬到湘河县 研发处高机密地里会测无人机 这架外形亮眼又有内涵的F200 具备续航力 飞行高度的优势 此外靠着特殊的起降方式 就连在南极也能轻松完成任务 飞机如果说到达了这个 就是说外面要作业的时候 把电池什么各种东西都准备好 充分之后直接是手炮起飞的 我们的这种飞机是做的是一次性的降落伞 这个降落伞就是我们在无人机上面 做的一个自主研发的项目 然后它把飞机的飞行场地 起降的这种场地 大大的给它缩小了这种局域限制 有别于一般无人机需要用人工来遥控 F200有专属的管家 可以在电脑先行规划出飞行路线 为使用者省下不少时间和金钱 它这个不需要专业的飞手去操纵 这就意味着我们科研人员 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数据获取应用这方面 而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成本 去培训这个专业的无人机飞手 我们的这个飞机是用电脑 然后配套我们的无人机管家 在地面做一个航线规划 它飞机飞上天之后 包括它的这个降落 它过程中的一个飞行 跟它最后的一个降落 是不需要去人为操作的 高智能又兼具机动性 让相和的无人机 在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的我们主推的这个固定椅 跟今年新出的一个多悬椅的话 目前来我们出厂的飞机 固定椅的话是这边的话 是有600多架了 然后悬椅这边的话 是目前处于一个 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每天都在赶货 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 河北省锁定发展机器人市场 在需求的推动下 工业机器人快速成长 而相和县各式承接 进经济的地理优势 成为特种机器人产业聚落 凭借研究 技术 孵化生产 引进资金 吸引企业入住 让科技成果转化 带领相和人工智能产业 攀上高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河北省廊坊市临近清朝的都城北京 许多的宫廷工艺 在廊坊遍地开花的发展 著名燕京八角之一的雕七 便是旧朝御用七座坊的工匠 随着清朝的瓦解流落到民间 雕七最先是在北京进行布新 再传入廊坊开出新的记忆之花 我父亲就是偶然间认识了北京的一个周老师 然后拜他为师 就把我们这个宫廷的记忆 传到了我们廊坊这个固安那个地方 而且他会经常过来派很多师傅来教我们这边的工人 这样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手艺就慢慢慢慢地就学下来了 在七台上透过透雕 镂空雕的刀空 壳下各式的花纹赋予他们生命力 随着历史的演进 传统的吉祥龙凤文士不断改良 加入新的花卉神话故事题材 但唯一不变的是它在历史文化的永恒价值 它能够出现立体的这种效果 浮雕的效果 它的特点就是它就是不怕水耐酸碱耐高温 而且就是千年不服 而且它的这种颜色可以保持弱干年不会褪色 而且它可以去人去抚摸可以去触摸 你过弱干年之后它可以作为一个传家宝 各种工具一字排开 一旁放着练习的图板 一刀一刻都要深思熟虑 因为下笔后就很难再补救 要雕出活灵活现的脸部立体度 得不断地反复琢磨 思考 折射 光影 对比度 每一项雕气品除了能看出师傅们的创意 更能展现高超技巧 这个是那个背光 背光的话它那个光都是这样子的 就像一个发出后边有一个打的光似的那样的效果 都要考虑到这种各种关系 那这样做衣服要花多长的时间 这个应该做了半年多了吧 还没做完还要做 这个地方还要练习 用耐心磨练技术花时间制作等待 遵循古法的工艺技术 不只运用在雕漆上 还有景泰兰 各式图案光彩夺目 闪烁亮丽金光的景泰兰 又称为同胎恰似发廊 在元明年间广为流传 这项手艺在清朝达到了巅峰发展 专门制造各种工艺品的造办处 还设立了发廊作坊 而这项独有的皇家金属艺术品 也在十者世纪传入民间 成为燕镜发掘之一 景泰兰华丽的外表下 藏着六百多年的时光历练 这项古法工艺需要经过 制胎 掐丝 烧焊 点燃 烧蓝 磨光镀金等程序 总共108道工序 至少得花上三个月才能完成 掐丝 点燃这两大关键步骤 几十位国家级的老匠人 眼神专注 双手一刻不停 把细软的扁铜丝 掐成各种花纹焊在瓶身上 再填充五彩缤纷的天然色柚 勾勒出细腻流畅的花纹 让回补的瓶身变得光彩夺目 烧之后再进行打磨 将细部的每一处修整磨光 富丽高贵的景泰兰正式诞生 达到一个整体的颜色的一个效果 可能在工艺当中 它就需要点四遍 烧四遍 每一遍都要去重新的点制 最后烧制 最后还有可能出现问题 最后再通过去修复 来达成最后的一个效果 可能最后点出来烧完的效果 会突出平面 产品表面的一部分 可能要交到打磨的地方去再完善 针对不同的表面 不同的弧度 不同的气形的形状 要用不同的材质 用手工 用手去一点点地去打磨 比如用木炭 用砂石 砂纸 用粗石 细石 用很多种不同硬度的打磨的工具 来使它达到表面抛光的一个效果 景泰兰在艺术风格上 延续了富贵华美的宫廷特色 不过随着时代发展 在花纹和材质上 更是翻玩出新创意 不仅在收藏市场上火热 如今更成为炙手可乐的外交礼品 现在这种发展趋势毕竟是混搭嘛 很多的这个产品都是需要创新 去迭代 去符合一些现在一些时事去发展 有很多的产品都结合玉 结合瓷器 结合鼻烟壶内化 这些先用的产品 把中国的这个燕京八爵也好 很多产品也好 去结合到一起 它还会结合很多 现代的一些时事热点 比如说一带一路 比如说送给联合国 送给各国的元首 很多这种主题 其中还有很多的产品 我们是作为我们当地政府 单独定制设计的一些产品 比如荷花的系列 还有一些佛教系列 原先冰人的艺术品 有了新生命 增加实用性 更能贴近老百姓 其实不只雕妻 还有景泰兰 就连旧石宫廷中 只有达官贵人 才能接触到的古琴 如今也能飞入平常百姓家 变得随处可见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一点就是古琴 现在就是说 在我们老百姓的理念当中 一直以来是说 西方的乐器就是钢琴 在我们家庭当中 每个人好像都认识 也都挺提倡小孩去学的 现在就变了 因为把古琴排在第一位了 比起弹琴 宋老师更喜欢当一位拙琴师 在门热的工作室流着汗水 时长一待就是十个小时 为古琴奉献了二十年的时光 每天都在砖研如何制琴 从前期挑选琴森的木质 到上期制胎再修整琴森 一把琴就得花上 近两年的时间来完成 面板讲究的是什么 就是轻松脆滑 比如说我们拿它的时候 它特别特别轻 密度就是说 它的纹理和密度特别松透 脆就比如说我们 形容它就比如说 拿这个板刊 我们一掘的时候 它就能奢这个脆 滑就是说我们抱完了之后 上边就特别光滑 就选这类的 就是说琴 它就属于上上的琴的材料 考验琴师的功力关键 在于制作潮辅这个环节 每一把琴的木纹 都是独一无二 对古琴的音色 也会有最直接的影响 啄琴師必須每一刀都鏟得精準 若是千面一律用SOP去完成 製出的鼓琴音質就容易啞 音色就容易不好 鼓琴的最主要是說 你啄出的一張好琴 它聲音是往下走的 就是說你彈的過程中 它就像一個柱狀的旋轉狀的 錐狀的它往下走 如果說一張琴你做得不好的話 聲音會往上飄 下沉穿透的音質感受琴聲的震動 精緻細膩的琴聲 一把好琴的元素全部具備 在行內叩杯相傳聲明遠播 現在主要是呢就是 比如說就是歐美那邊嘛 他們主要就是說 都是華人去 然後因為他們在這邊 知道這個琴以後他學琴 然後選了咱們家的琴呢 把咱們琴帶到國外 現在國外有很多個國家 都有咱們家的琴 隨著歷史的發展 廊坊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景泰藍 雕漆 古琴 不再只是專屬皇家宮廷 而是融入現代生活 將人們純熟的記憶 在傳承的路上不斷創新 綻放出新的藝術風采 將傳統藝術推向新輝煌之路 以為新的邪問 或新的藝術風采 或新的藝術風采 可以保持新的藝術風采 和新的藝術風采 新的藝術風采 可以保持新的藝術風采 提搭配新的藝術風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